台湾平民政府在华盛顿的代表处 位于1250号Connecticut路上 台美乡亲们乐成了大乘专车 特别前往参观 这个办公室位于市政府机构的附近 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旗子 就是华盛顿的它的市的旗子 在村土寸金的华盛顿地区 台湾平民政府办事处 就在这边开始要展开一系列的活动 因为办公室容纳得小 一行人在lobby上面听取了蔡明华先生的解说 台湾平民政府首任驻华盛顿的代表郭盛华女士 也特别前来跟乡亲们之一 大家最后在办公室的前面 共同照相流离 将于今天晚上在极富盛名的四季大饭店 跟美国的贵宾们交换意见 并讨论未来台湾平民政府该走的方向 千锋政治台记者李茂玄 来自华盛顿特区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